有民众日前开车经过台88快速公路 执行一辆轿车 疑似是先对着大货车B车 随后又减速 阻挡后方的托板车 尽管警方认为车辆行经施工地区 本来就是要减速 但是针对B车的部分 还是会依法开罚 而另外在高雄陵园区 有轿车看似蛇行 而现在驾驶也得吃法当 民众开车行驶快速道路 只见前方轿车原本行驶内侧 下一秒却慢慢偏移 只见轿车直接开在车道分隔线 逼得一旁大货车不断往路肩靠 眼看大货车开下扎道 轿车驾驶似乎又变换目标 行驶内车道还减慢车速 似乎就不想让后方托板车闪避外侧施工 事发在5号下午台88快速道路 当时白色轿车疑是先对大货车B车 所以又看似刻意减速阻挡后方托板车 尽管警方认为车辆行经施工地区 车速本来就要下降 但这对B车部分将依法开罚 而另外的高雄则有汽车疑似蛇行 民众骑车依序执行 只见后方的轿车却偏左又偏右 一下行驶到对象车道 一下又开网机车道 事发在7号一大早高雄陵园区 有骑士直击 后方驾驶看似不断蛇行 警方设货报也将置单举发 提醒民众开车上路还是保持专注 可别事上罚单还酿成事故 记得这种报道